当年228事件造成了许多遗憾 但也可以说是台湾民主社会的进程 之前为了让民众能够认识历史 理解现金社会发展不易 难透现228关台协会 隆重规划了诸武三成系列活动 台湾民主社会发展不易 先远陈玉玲也期待结合诸武三成系列活动 唤起民众团结意识 持续爱台湾爱我们的国家 觉得历史真的是要被记住的 然后伤痛我们是可以慢慢去抚平 我们必须去融合 然后我们也必须去记住 我们曾经所走过的路是怎么的艰辛 从戒严一直到民主这条路是怎么的辛苦 那我们要去珍惜 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 然后对这些土地的爱 还有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一个信念 跟尊敬 我觉得我们是要去强化的 现今台湾能有这般民主社会 是仰来许多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 也希望因为有国人一同努力下 让台湾民主意识发展持续提升 记者卢卡主上采访报道